二花一美日一打 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救救我的长寿花 十一期间的北京降温 已经被我剪掉了 还是开始枯萎 怎么办啊 这不是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吗 你像长寿花在开花的时候 它就会心无旁骛的去开花 它会把自己的叶片代谢掉 干嘛掉 因为它为了什么 为了开花 为了什么 为了传宗接代 对吧 传宝 你像传宝为了求我的时候 也啥也不顾 怎么办 你如果说想要长叶片的话 你就把花给它剪掉 如果说你现在想看花的话 你就先别顾叶片的事 浇水稍微拿捏一点 这长得已经挺好的了 你像一般你们收到这种长寿花 都是因为运输啊 或者说路途的折水而造成的 别的没事 正常养护即可 还那句话 想看叶就剪花 想看花就别顾叶 你都想要 我天 你得有合适的温度 有合适的气候 下个臭宝说 可以请教一下植物的病害吗 你说你是养花的吧 你啊 你大棚里边 你啊 你这一天都晚的 你请教我这个事 这个呢 就叫绣病了 一般就是你用的那个土 它不是老是爱缺水吗 老是爱空根吗 就导致它营养不良 你们这种擦苗子 很多大棚里边养花 它不死肥 不打药 苗子本身啊 你像我们的话 从牵插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消毒 定值的时候还得消一度 还得消一次 就得打杀菌药嘛 然后这个土壤的这个肥力 如果说我们用的旧土嘛 你再长出来那个就是不行 不是黄花病 就是这种绣病 还是个土不给劲 还是个苗子 这个杀菌没做好 都是前期的事 搞生产哪那么容易啊 老花一种花怪挣钱 你来种种试试 你像我们现在这一个五亩的棚 一年就给这扔的 你雇上俩工人光浇的水就20万 还不算电费 还不算打药 还不算所有的 你知道吧 这一棚里边也就产多少 产4万盆花 这一盆花成本就5块钱以上 你以为挣钱 挣钱哪那么好挣啊 下个错法说 中秋那会儿 缺水 然后晒了没缓过来 这个嗝屁了 酱喝吸去了 这个青香木也不值钱 老花一家也有啊 这玩意很便宜 9块9 你不行再整一个吧 这玩意挤挨顺便啊 已经酱喝吸去了 出不 哎 赶着还轻呢 还没干透 或许能活过来 但是没必要了 毕竟几个年都 你做 老花一家整一个 整一个拿回去 来 不就是这个吗 啊 很便宜啊 很便宜 我们袋瓶做好的也不贵 好吧 你买这种素苗 你或者说你去 去直播间等零零心情好了哈 零零都可能送你一个 来 下个错 我说这份米兰 是不是得了白粉病啊 这不是啊 这是你喷水的时候 漏的那些水碱 水碱跟白粉病 一定要分清楚 好吧 白粉病它是 你一看过去 就跟那个馒头长了毛一样 它是那种很 很扩散式的生长 你一看你这个就是脏 就是水碱 别的没的 老花一你帮我看看 这个长寿花是咋回事啊 你长寿花哪有事啊 没啥事啊 这不长挺好的吗 长寿花你想让它开第二波的话 就要控光 它是短日照 每天只接受6到8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其余的时间就要伸手不见五指了 那温度的话不高于30度 不高不低于15度啊 通风你可以晚上的时候 你扣个箱子 你白天你打开通风啊 浇水你摸摸盆土啊 干了就浇 或者说摸摸叶子稍微软了你再浇 别的没啥 肥料记得给啊 通用性就够了 像周宝说还有旧吗 这是这个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名字 有人你知道叫这个叫什么 叫元宝树 有人叫平安树 这个还有旧吗 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呢 瘦过水之后又水大积水 欧根 就是你知道吗 过干过烙而导致的 叶子的这个 这种就是胶边 叫胶尖 有旧吗 你把老叶子剪了处理处理啊 把你盆里边那些个清理清理 浇水的时候稍微注意注意 表面别埋着那么厚的土啊 干了就浇水就行了 然后适当的来点肥料 它能缓过来的 好了 也得没啥了 觉得不错的记得点个赞 其他人问题呢 给视频上留言 跟大伙说啊 有什么问题的话 尽量拍完整清晰的照片 最好是一两张 你别就整个一张趴上面 再有呢 你们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进店去咨询客服 客服的话 可以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他们解决不了的 老花一都会拍成视频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软一 看 嗨 嘿嘿 嘿嘿